我現在也沒有要用藍綠來分爭問題 我們用農民遇到問題 說怎麼解決來處理 先講花生 花生之前還有什麼 去年有沒有看到香蕉過剩的時候怎麼辦 就把它去化嘛 就割一割我幫你補一補嘛 就是說你沒有 農委會應該是做什麼 我覺得不會比陳吉仲主委 更懂農委會的相關業務 這點我必須要公開講 我不會比他更懂 但是你應該要是最懂的人 因為你是農會主委 所以你要幫整個全台灣農民去 計算到今年的氣候如何 有沒有颱風 香蕉有沒有被催落 剩下多少命令會被剩產 這個你都要比我們懂 農民會跟你回報 你自己也要去預估 去年從鳳梨香蕉一大堆的水果 大家在關心的是說 當事情發生之前 你要不要先做預化 當事情發生之後 你要怎麼進行處理 剛剛韓國瑜所講的 就是部分的農民 我不能講全部 他們所跟韓國瑜抱怨的 現在總共就是 出事情的時候拿錢補助 那你說拿進補助錯了嗎 農委會拿去也沒錯 可是今年的這個花生是 整個花生整個這個 價格就是崩盤 這個跟農委會自己的 這個動作是有關的嘛 因為農委會去公佈 明年要進進口5000噸 那過往的時候 現在蔡總統的進口的花生量 跟馬英九前這種時期來比的話 是多了30% 那你這樣子在台灣 那你有沒有在 開始要進口國外的花生之前 跟台灣的花生農具進行轉作 我記得30年前有部電影很紅啊 就是那個王祖賢跟齊秦妍的 那個好像叫芳草碧連天 那時候就在講李登輝當 這個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農經的政務委員的時候 再轉型台灣的稻米 那時候因為後來 大家開始吃一些漢堡什麼的 所以用米 現在米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當時覺得說稻米可能過剩了 因為飲食習慣改變 所以叫他們去種花卉 轉作有沒有 那個電影大家記得吧 其實就要講這件事情 所以當中委會你發現的什麼水果 或是什麼樣的農產品 他可能過剩的時候 你要預先去慾化 而不是事情發生之後 每一次都是用補助的方式 那當然補助就是幫他度過 今年的問題 那明年怎麼辦 所以就是說 今天農委會出現事情的時候 不要用政治來講 我也是用農委會 把每一個農業問題都處理好 那因為韓國瑜他比較特別 兩點 第一個他是雲林的女婿 第二個他以前又是北農總經理 他對於這些事情 他是有感覺的 而且農民看到他是會 想要跟他講話的 高利菜碟 對不對 那時候去年選舉的時候 也有高利菜的菜農房 就跟他下跪 為什麼看到他會想要講這事情 因為我可能覺得你應該聽到 我在說什麼 好那我現在把事情拉回來 就是說 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農委會確實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是 你第一點是缺少的愈化 今天賴清德副總參選也在講 他也沒有在認為就是藍綠怎樣 他講的也很務實 就是解決問題嘛 對啊 那其實人就講說 請提出解決方法嘛 你不要說我自己做的多好 或是韓國瑜你不懂 誰懂不懂不重要 解決問題最重要 農委會有沒有做好事件的規劃 發生事情就是不是除了補助跟補償 跟這個貼錢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這個是農委會要跟大家講的 跟選舉其實沒有直接關係